另外看到中国是在台湾附近来进行军演 引发了国际间的关注 那么美国副国务卿雪曼是率台访问太平洋岛国 那么在昨天他在所罗门寻岛会见 纽西兰国防部长 两人是在会中关切中共的行径 并且也重申和平的稳定性 那么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就表示说 雪曼跟纽西兰国防部两人探讨到中国最近的行径 表示说和平真的很重要 并且面对中国影响逐渐的增加 美国也希望强化区域的连结